看到路邊有車格 趕緊倒車停進去 後來 再一次加油 停好之後再度確認 後方距離OK 左右沒問題 可繞到車頭一看 突出來一大截 這要如何是好 萬一遭人檢舉 車主還真的要吞罰單 站在他們角度上 還是會覺得不公平 行照上都是腳渴者 但是反而是你 你停不進去要被害怕 我要這台車自己沒有停 這樣要怎麼辦 很不合理 因為我是合法停在停車格 所以它應該車格要大一點 不只民眾不知道 有時就連車主也是滿頭問號 在臉書發問 像這一種停車格太小的 會有違停問題嗎 警方給出答案 譬明文停車時間 位置 方式 車總錄一規定是處罰 台中市停管處說 路邊車格都會有設長寬規定 大多市區常見的路邊車格 縱向長5公尺 橫向寬2到2.5公尺 但現在車越坐越豪華 車身也不斷加長 超過5米長的 不僅皮卡 9人坐旅行車 有時都會超過30公分左右 更遑論家常行千萬豪車 路邊大多停車格 只能停放自小客 但車身太長 超過5米的 即便被歸類在自小客的車種 依照現行規定 仍屬違規 統計台中今年 停車位置方式不應規定的駕駛 已經舉發了943件 看到路邊有車位 還是得考量自己的車長 找合適的車格 停車之前多替荷包想像 三立新聞黃孟真邱 瑞陽李劍瑩 廖立台中 爬上 爬上